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这个小孩 痴痴呆呆的 什么都不懂 常常毫无目的地 看着远方 一动也不动 然后你叫他干一个活 干一个活 你不叫他停 他就一直干下去 头大大的 长得很怪异 可是呢 他有时间的时候 就会看那个 这个神府 跟一个警官下棋 他一看就不走 老半天不走 有一天神府有事情 下到一半 被人家叫走了 然后这个警官 没下完棋 百无聊来 坐在那里 唯一中看到这个小傻瓜 全村都知道的 他的小傻瓜 看着这个棋盘 一动都不动 就是国际象棋啊 然后他就说 来下一下 这小孩也不说话 就坐下来 结果第一盘就把他下败了 把这个警察下坏了 他不是个傻瓜吗 怎么下得这么好 然后下一盘 输一盘 下一盘输一盘 后来神府回来了 他跟他讲 神府都等不到第二天 就跟他这个傻瓜的养子下 都是输 然后这个名声就传出去了 然后就反正慢慢他就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国际象棋大师 然后很多有人 有钱人就拿他做这个 拿他来赚钱啊 就管他吃管他喝 把他拉到各地去 做这个大赛嘛 大赛你要来参加 要报名嘛 报名就有钱收入嘛 要拿他赚钱 这个傻瓜跟机器一样下 后来最后就下这个叫做 叫做什么 就是 就像轮盘赛 他一个人跟十几个人 有没有 有下 他都是赢的 最后 这个 有一个工程师把他打败了 因为这个人从来不懂棋谱 就是这个天才 这个傻瓜下棋 他从来不懂得棋谱 而这个工程师曾经在监牢里面 百无聊赖 这个监牢的传单 就是一个黑白鸽子的传单 他呢 就一直在想象 他过去的下棋的棋谱 会被几个棋谱 棋局 世界名棋的棋局 他都想象的 就在那里下 结果他就成了一个天才 结果也在这个床上 有一次到一个远洋巨人的床上 有一个人就跟 就讲 就传 说消息说 哎呀 这个床上某某那个象棋大师来了 全部人都去看他 这时候这个傻瓜 你不要以为他真傻瓜 他说已经会表现出傲慢和矜持 他不说话 因为他一说话就露怯 就 他 他文满啊 什么都不懂啊 他一讲话 傻瓜就冒出来了 傻劲就冒出来 他不说话 很傲慢 谁跟他讲话都不理人 然后下棋 然后下了下了 谁都跟他打 都打不过他 高手都是输 这时候这个工程师就出现了 这个工程师就是坐过牢的 这个就跟他下 哎呀 都下了快输的时候 他突然间想起来 他的一步棋 他发现 好像这个国际大师 他不懂得棋谱 他是按照他自己的路数走的 尽管他歪打正着 天才的棋手就是这样 结果他就走了一步 棋书里面的绝部 这一步表面上看 一下下去就死定了 可是对方如果上旦 你就倒过来死定了 就果然 这个傻瓜露出他的戒 就下错了棋 然后就把这个 象棋大师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神话就给破解了 大意是这个样子 但实际上 他要写的这个东西 就是讲这种战争 把人摧残到了 战争状态下 你说要么傻瓜 就是不正常 无序状态 傻瓜变成了 世界著名的象棋大师 这个欧阳就写过 《秋生父》 欧阳子方夜读书 文有生至西南来者 悚然而听之 很紧张的 很害怕地听着 约易灾 出兮兮利益 就讲这个 听着这个声音 起先怎么样 后来怎么样 起先像大风 后来好像千军万马过去了 他就叫书童出去看看 书童出去看看 说什么都没有 就是风吹过树叶的声音 就是这里 这里面有一个要解释的 就是贤梅吉走 贤梅吉走 后来就成了一个成语 贤梅 他讲的是什么 是一个棍子 两头绑两个绳子 然后在夜里 吉行军的时候 防止你掉队 防止你跌下三崖 然后前面的人 把这个棍子的绳子 套在脖子上 后面的人 把这个棍子的绳子 套在脖子上 然后走路 后来我就想不对 这个如果按照这个 读解这么解释的话 这个吉行军那就很危险了 他除非在大马路上走 对不对 最多绊一跤 摔倒摔倒几个人 如果在悬崖上走 一个人脚一丝足 刷下悬崖 不是把一队人都带下去了吗 套在脖子上 按他解释是这样 那大意上就知道 就是说 大概就是一人牵着一个人的棍子 走 不会掉队 第三就是味觉描写 描写的类型 第一种视觉 第二种听觉 第三种味觉 听觉 往往要靠视觉来证实 听觉经常会产生错觉 像刚才欧阳修的 虽然他火眼金睛 能够发现苏东坡这个大材子 可是 分身吹过树叶 他居然认为是千军万马走过 味觉 我们经常讲这个菜好吃 这个菜不好吃 这表述的就是味觉 这个菜好吃到什么样子 这就是味觉描写 这里面我举这个 叶志成的散文 吃河豚 叶志成他是 叶胜桃的最小的儿子 叶胜桃有三个儿子 最大的叫叶志善 老二叫叶志美 老三叫叶志成 善 美 成 这个四叶集 这个四叶集是包括叶胜桃 和他三个儿子 他们的文章的集中 叫四叶集 那这个叶志成的夫人 他这篇文章一开头就讲 他的夫人是江英人 就是江苏的江英人 江英是非常富的县 他跟他夫人回梁家 江英的河豚很有名 他生平第一次就吃了河豚 他听江苏另外一个作家 叫易明珠 回忆的易 明珠暗头的明珠 易明珠讲 这个河豚怎么怎么好吃 河豚今天据说 转到了全中国河豚最有名的是 我的老家泰州 你们如果去泰州旅游 到酒楼里去 一定会点得到河豚 但是你吃完以后会大肆所望 盛名之下歧视难复 叶志成就讲了这个 他觉得吃的河豚就像肥肉的味道 他写得很详细 他这篇赏文非常非常长 我只举他这一段 而我写过一篇赏文 叫做迟钝 也讲了吃河豚的事 然后也是 他像多少 像什么样子的 就是你们在酒楼里 有吃过那个小红帮没有 一人一份的小红帮 大概这么长一条鱼嘛 一个一人一盘的端上来 河豚被人家的这个美味夸张到 太厉害了 再一个河豚缺缺实实 它是很危险的 河豚的毒素是轻化甲的五百倍 一粒河豚的脑就可以置人于死地 在这个酒楼里面 出售河豚的酒楼 因为国家是禁止你吃河豚 很危险啊 所以说这个酒楼里面的出售厨 他河豚的这个利润很高啊 所以说他冒险做这道菜 杀河豚的人和煮河豚的人 一定是两个人 杀河豚的厨师是单独的厨师 就好像红岸和白岸一样 白岸他是只管切的 刀工非常好 切完了红岸是占锅台去烧的 煮河豚和杀河豚的厨师 也都不是一个人 而且杀完河豚的厨师 他就没事了 今天多少份杀完了以后 但他是不能下班的 他是坐在那里 因为这个河豚的毒素是神经毒 他是当场发作的 今天多少份的河豚 有先后的时间 等到最后一份的河豚上上去 一个小时以后 你就可以下班了 要出事情 就这一个小时就出事了 要不出事 他就没事了 可见这个河豚就是这么厉害 所以大家在这种的 冒死吃河豚的这种危险之下 就把这个味觉异化了 其实比较鲜的 因为夸张的过分 你带了太高的期待 不觉得咋样 再加上很紧张 紧张也压迫了味蕾 我是这么理解的 所以说 再好吃的东西 也没吃出什么味道来 叶志诚说像肥肉 我到现在也形容不来 我觉得有点像那个 有带了水的那个肉松 一块肉松丢到水里去 加出来吃掉 描写的第四种类型 嗅觉描写 朱志欣在初中课文里面的散文 第二字栏段 通篇写的是嗅觉 风里带来些新方的 泥土的气息 混着青草味 还有各种花的香 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 现在好像中学课本里面 是把那个朱志欣的背影 给抽掉了是吧 说他爹 违反铁路交通规则 这个理由也太牵强了 然后把鲁迅的很多的文章 也都抽掉了 说不喝时宜了 引得很多鲁学派的人 大发雷霆 大观起火 大观起火也没有必要 但是抽掉鲁迅和朱志欣的背影 也没有必要 对不对 但有一条有必要 就是这个课文确确实实 谁给你约定俗成的固定下来 一成不变的 生活既然都在变 今天的名片加构也很多 倒也是可以换一换 但有一条 你们得承认 就是我们今天的文学作品 它的水准始终没有超过 三四十年代的作家 也就是今天的大师始终没有出现 即便说像莫言 即便说像什么 刚才前面讲的磁力 他们达到大师级的水平吗 远远没有吧 所以说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们就是有理由坚持选大师级的 作品 而你们就在案头 既要看读者 也要看明著 一本明著那抵得过十本读者 它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读物 就是你不能只看读者 读者它像味精 它像思想的味精 味精吃多了也就那么回事 舌头会麻木 而明著它有的文字很古着 可是看完以后 它讲一个故事 包含着巨大的思想性 一个人物 它的那种榜样的力量 你在多少年以后回想起来 都会给你在黑暗中间带来前行的力量 触觉的表现 触觉在我们正常人中间 很少在意这种感觉 而触觉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盲人 盲人就靠他那只手的感觉 盲文就是这么触觉出来的 而美国著名的海伦凯勒 他活了八十多岁 他是世界人类的一个天才 一个奇迹 他一岁半的时候 十九位月的时候得心红热 先是眼睛瞎了 耳朵聋了 然后嘴巴就哑掉了 然后他妈妈就给他送到农亚学校去 校长不接受 说他的岁数太大了 他八岁 那我就不知道农亚要几岁 也像幼儿园的岁数送进去 结果他妈妈很不错 所以说海伦凯勒 永远第一个感激的是他的母亲 他的母亲跟他讲了无数的世界名著 激发起他对文学的热爱 其次就是他八岁的时候 他妈妈给他请了家庭教师 沙利文老师 沙利文老师的教学方法与众不同 比如说触觉 你看他教他水 他就把他的手按在水里面 告诉他这是水 然后就用笔画 我们写的是中文的水 汉字 他写的是英文的水 写一遍一遍 告诉他水水水 然后加热水 说这是热水 加冷水 说这是冷水 他一下就感受到了 很具象 然后呢 让他去摸树叶 说这是什么树的树叶 去摸花 这是什么花 什么树的花 什么植物的花 结果 等到他学完了以后 农亚学校毕业 我不知道是六年级吗 好像是 农亚学校的毕业考试的时候 他妈妈就带着海伦凯乐 去参加考试 校长这下子没有办法阻拦 但是校长是带着居高临下 等着看笑话的神态 和心理状态去看 结果考试出来的结果 海伦凯乐全校第一名 校长说他教了多少年的农亚学生 没有想到 这个海伦凯乐 这个这么厉害 就是很佩服 那海伦凯乐 他曾经最著名的一个文章 就是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有没有 他是印这个大西洋报的 大西洋杂志还是 大西洋月刊还是大西洋 反正一个报刊的约稿 全国的约稿 真文啊 像读者约稿 结果他应征 他获得了第一名 所有有眼睛的 有耳朵的 有嘴巴的 都不如他 他就讲三天 你们也去看看一下 图书馆就有他这本书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他就讲要这么分派 他三天的光明时间 这是一篇佳作 大家看一下 第六种类型 生理反应描写 中国最善于生理反应描写的 或者说写作最刺激的 应该是非莫言 没有人能取代他 中国现 就是当代作家中间 有两个人的小说 被翻译到国外最多的 一个就是莫言 其中一个就是 那个女作家 残血 就他们的感受 他们的感觉都是很怪异的 很怪淡的 我在第六章小说的内型里面 要给你们逐步具体的介绍 这些小说内型 这些作家的风格 这里就不讲了 那么这里面 生理反应 我自己 莫言的 谭香行 里面的一个情节 这个情节是讲 林池 林池在中国的历史上 是要割三千三百五十六刀 到了清朝 所谓清朝统治者 还大发善心 改革了林池的刀数 减为五百刀 这里面 谭香行 所描写的 就是五百刀的林池法 然后莫言 栩栩如生的 活灵活现的 讲了刑部大唐的 第一柜子手 叫赵甲的人 他林池一个叫做 袁世凯的 卫队连长的人 叫钱雄飞 这个描写是 一万三千多字 你同学最好省略这个去看 不要看 可是这里面 你不得不讲到 他的生理反应描写 很到位 一万三千多字 这里面 我只讲他一章 一节 割到第五十一刀 一直咬紧牙关不出声的 钱雄飞 发出了一声绝望的嚎叫 赵甲 对此尽管早有思想准备 但还是吓了一跳 他不知道自己的眼睛 打伞一样长巴着 他只感到双手灼热 脏麻 又脏又麻 仿佛有千万根烧红了的针尖 刺着自己的手指 难忍难哀的滋味 无法形容 有谁刺他 没有 这是他的生理感觉 很难受 手发烫 刀都握不住 然后最后就写了 他最后就恶心 他就忍住 不能呕出来 如果呕出来的话 多少人在围观啊 中国人太爱当看客了 就是这么选拎拎的场面 看的人还更多 忍住 他要吐 他就硬憋住憋住 终于没让那个恶心 反胃给吐出来 这个就是弹箱形里面的一个情节描写 那么六种类型都讲完了 生理反应的描写 在座的恐怕很难驾驭 还是省弃它吧 省略它吧 一般节说一下说明 说明也有三个要素 第一说明中心 第二说明材料 第三说明方法 我认为材料最重要 我最不可理解的就是 我们现在的家庭用区里面 家用电器 最多的就是日本人的产品 对吧 可是日本人的说明书 日本人产品的说明书 你们有没有发现 最繁蜀 啰嗦 三句话 它非得用三十句话 三十句话来表述 更要命的就是 最关键的 结构眼上的那句话 它略略续了 该略的不略 该降的不降 这就是非常失败的说明书 这我估计 日本人不是故意的 就是日语跟中文的不同 它翻译的过程中间 它不懂得我们 汉语的这个关键所在 三西有个印线木塔 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 也是最高大的 木制建构 印线木塔 学名叫做施加塔 就是纪念施加蒙尼的 施加塔 但老百姓都说 印线木塔 印线木塔 我去参观过 离太远也不太远嘛 印线 然后你可以买它 那个小袖真型的 那个木的印塔的 那个地链品 一个小玻璃罩 罩的 那个有机玻璃的 可以买回去做地链 我的博古架上 就有这么一个 它的说明书 它们的不是说明书 就是墙上的说明 就写得很好 印线木塔 即佛宫寺 施加塔 俗称印线木塔 在三西印线城 佛宫寺内 辽清明二年 就是公元1056年建 到现在 一千年了 它平面八角形 外观五层 加油 暗层四层 实围九层 你看 你这样看 是不是五层啊 它里面爬的时候 是九层 总高67.13米 底层直径 三十米 是国内外 现存最古老 最高大的木质结构 塔式建筑 第九节 议论 议论 议论文最多的 就是杂文 杂文的 鼻祖 不是鲁迅 但是杂文的 极大成者 是鲁迅 议论 很注重 论题 论点 论据 比如说 有一篇 文章 文艺报 叫做 文学不会死 它的论题是 文学不会死 论点是 就是这个标题 文学不会死 论据是 蒋兰祥任高教部长的时候 说过这个话 他的原话在这里 就是说 你给我一定的条件 我可以培养五十个科学家 可是我不一定能培养出一个艺术家 他这里的艺术家是指文艺家 包括文学家 因为在中国历史的天空 你想想看 中外的天空 都是文艺家 作家 诗人 名字最多 最灿烂 然后论证 因为这个 所以说 文学不会死 今天的云云众生 之所以不喜欢文学 之所以文学 在中国的大学课堂上 成了一个冷门的专业 过去是热门热到祭典的 大戏 大专业 那么 跟今天的这个公立的社会有关系 文学不会死 会死的是人的一颗心 那么 议论文 你们记住 它的特点就是要有说服力 它的观点 都在说服上面 你要让别人相信你 觉得你说的话有道理 1998年7月14号 文艺报发表的这篇文章 是谁写的呀 在下 文艺报 最早的文艺报是这个样子 是杂志型的 在50年代的这个文艺报 是杂志型的 今天的文艺报是这个样子 凡是中国作家会员 都免费得到一份文艺报的赠送 第十节 抒情 抒情 凡是文学题材 都用得着抒情 无论赏文 无论诗歌 无论小说 包括议论文 但是诗歌应该说 抒情的成分会大一些 刚才我说的这个真文 诗歌 都是情诗 却写得很不成功 就是说他抒情的很不到位 这个杂志 领导文翠 从今年起变成了半月刊 是福建省委 胆效办的 是我认为福建省办的最好的杂志 里面就登了很多抒情的文章 比如说2002年 言和杂志 有发表这么一篇散文 6月号的领导文退就转载了 知道俄国的十二约党人吗 俄国的十二约党人 是连聂林 马克思恩格斯再世的时候 都给予高度评价的一群革命家 俄国有一个很著名的作家 叫做赫尔城 有没有 赫尔城就是受了十二约党人的影响 他成就了后面那么高的文学造语 普希金 当年差一点就参加了十二约党人的起义 他从家里面骑马 马车 冰天雪地 去这个十二约党人的这个城市 路上 一只兔子跑过去 惊得他的马 马下了 差一点把他摔下来 他觉得这是不祥之兆 普希金就打车回去了 就驾马回去了 就没有参加 要不然 俄国少了伟大的诗人 中国全世界都少了这个诗人 后来 第二天就听说了十二约党人起义失败的消息 他如果当天晚上赶到了是一定参加的 他是狂热的这个兴奋者 然后呢 当地就竖了一个兔子的纪念碑 因为这个兔子救了俄罗斯伟大的一个诗人 他的命运因为一个兔子而改变 那么这个十二约党人大部分是出身贵族的沙俄军队里面的青年军官 他们不能满足 不能容忍沙俄的那种独裁的那种落后的僵化的统治 他就想推翻他 结果事情被暴露了 就被灭杀掉了 就被灭杀掉了 然后呢 沙皇就把这些人首领都枪毙 然后其他的人全部流放到西伯利亚去 这时候非常感人的场面出现了 这些人的妻子 情人 女朋友 全部都主动要求 跟着他的丈夫 跟着他的男朋友 跟着他的情夫 一起去西伯利亚流放 去西伯利亚的意味着什么 就是有去无回呀 可是 一个个就是这样 其中有一个是法国的女朋友 趁一从巴黎赶到了 彼得堡 向沙皇 专门写信 要求跟着他的男朋友 一起去西伯利亚 这个沙皇 又愤怒又感动 批准了他 然后这个法国女男 就跟着他的男朋友 一起去了西伯利亚 后来双双就死在了路上 就是这种 为了一种主义 为了一种理想 而现身 而抛弃财产 真正是财富为粪土的人 今天不多了 所以说 我们有怀念 十二月党人的必要 这种人是财富为粪土的人